唐朝 这个朝代它特别的顽强 我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看一看 哪个朝代在经历过像安史之乱这样的动乱之后 这样这么折腾 它还不灭亡呢 如果我们看历史 你会发现安史之乱之后 唐朝又存活了150多年 而且在这个期间 在很长那段时间里 唐朝对各个藩镇的控制力还行 除了极个别不太听话的藩镇以外 虽然它不如之前那么强盛了 但是它总体上基本上保持住了体面 就这点来说 其他朝代它是做不到的 而唐朝呢 也成为封建王朝里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 289年 今天我们来讲讲安史之乱期间 唐军收复长安的战斗 这个湘基寺之战 鱼羊皮股动地来 紧迫泥上雨衣曲 就是这个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三年 安禄山被杀 当时啊 李毕就给唐宗宗出了一个好奴役 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安史之乱 当时李毕就说 你不要着急去收复两京 而是削弱敌军的有生力量 然后攻取奋养 李毕当时计划啊 在两年之内 按照他这个计划 就能肃清叛军 但是当时唐宗宗不听啊 他非常着急要收复两京 于是呢 唐王朝这边又开始集结军队 一共集结了十五万大军 还向回湖借了四千骑兵 号称二十万 然后呢 在长安城的西南方 湘基次摆开阵势 唐军这么选地形的原因啊 就是之前啊 被这个燕军的骑兵给打怕了 你看啊 他选的这个地形 左边是风水 是条河 右边是座山 他尽可能的保证 自己的两翼啊 不被敌军侧击 然后呢 部队就是大纵身 T次配置 前军李四叶 这个人特别猛 中军郭子怡 后军王四里 T次配置兵力 他防止被敌军 一个冲锋给打穿了 燕军那边啊 也是精锐 由李归仁所率领 一共十万精兵 其实这场战斗吧 或者说是安使者嘛 他其实就是 大唐的东北军 对大唐的西北军 我们抛去 唐军开始仓促招募的那些人 就比如说风长青啊 还有这个戈书汉 开始招的那些人 后来的那些啊 就是双方的这个战法呀 装备呀 这个人员的这个素质 基本上都差不多 这场战斗 从开始就没那么多 发力活哨 就是燕军挑衅 然后李四叶迎战 然后呢 燕军就反击 并突入唐军阵营 唐军这边眼看就要扛不住了 这时间呢 李四叶就对郭子怡说了 这个旧唐书记载 四叶为郭子怡曰 今日之事 若不一以身弹寇 决战于阵 万死而继其一生 不然 则我军无结一矣 大意就是说 今天这种情况 我等只有拼此决战 否则将会全军覆没 然后旧唐书就记载 四叶乃脱衣突国 持长刀利于阵前 大呼 党四叶刀者 人马俱瘁 杀数十人 阵容放铸 我们从这里能看出来 李四叶拿的肯定是墨刀 我们要知道 墨刀这个东西 唐军有 燕军人家也有 所以 并不是说这个墨刀 它有多无敌 它再厉害 它也是引冷兵器 你只能说是拿刀的这个人太猛了 李四叶太猛了 双方基本上就是 这拨人拼完 下拨人填上去 那双方 你说 他就没想着 我搞点骑兵 我搞个偷袭 有 但是呢 双方的骑兵 都看着对方的骑兵 咱谁也别动 当时的燕军呢 他就埋伏了一股骑兵 准备偷袭 被普古怀恩 这个发现了 普古怀恩率领的 就是之前借回湖的四千回湖起兵 当时旧唐书就记得 普古怀恩脱去盔甲 骑着马 拿着矛又直冲敌阵 一口气斩杀敌军十几人 敌军京剧 有个唐朝军队就这种猛人 这场战斗 从中午一直打到半晚 后来这个燕军渐渐扛不住 撤出长安 结果呢 就是唐军斩首六万 唐军获胜 这场仗 双方打得都特别英勇 其实说白了 就是唐朝精锐部队的一场内斗